是你分線的這裡 直的 小小一區 是窄的 有看到嗎 有 它是這樣下來對不對 然後 旁邊這裡才一點點鬚鬚的 再一戳 為什麼 因為它這裡是空的 很空 被發現了 所以可以利用它剩下鬚鬚的 Baby hair 凱蒂犧牲好大 真的 因為很多女生有這個問題 這樣 我都藏起來了 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分線 然後在用手的時候 切記 鋪的時候要上下 這樣慢慢沖上去 因為這樣才可以把髮瘤 弄順 弄順就不會有動 我最後一個動作是 這個手掌 我們是不是全部都順完了 你這樣自己用手掌這樣 順了之後對不對 把它抓緊 但是我是緊 緊上面 對 我是緊上面 我後面是沒有緊 我後面緊是這樣 我後面是沒有緊的 你這樣才可以有空間 有頭型 因為你看它這樣放下來 有沒有 它就有這個 圓的 好美 然後前面它這裡就可以比較緊 但是你會發現 它要放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這裡凹的地方 麻煩你用你的手 一小撮 你不要大片 一小撮一小撮往下 讓它不要那麼緊 它的線就不會那麼清楚 抓鬆一點 對 這樣 好 它這裡就不會那麼 那麼硬 那麼明顯 真的耶 如果綁丸子頭前面就不要太捲了 你看我現在把它的丸子頭 只是大概這樣比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臉 就會還滿立體的 對 就是澎澎水 澎澎水 對 你可以不用等它乾 也不要去搓它 那你就是 如果有掉下來的 你就讓它掉下來 不要理它 因為它等一下會有很好的作用 然後靠近橡皮筋這一塊 要蓬蓬的 然後轉 轉 轉 輕輕的轉 不用太緊 放鬆 對 你轉了 你就把它繞 順你剛剛轉的地方 繞這個橡皮筋 這裡是橡皮筋 馬尾的 對 繞馬尾的橡皮筋 你不要把你的丸子抓住 然後把這個髮尾 跟橡皮筋這樣繞在一起 就遮住橡皮筋這樣 對 就遮住橡皮筋 大用 然後就把它收成 上面是有一點點 下擺比較寬一點點 上擺這裡比較 比較尖一點點 然後再把其他的部分 前後這樣撕開 有 好 這些鬚鬚要幹嘛呢 對 是 最後這個鬚鬚要補這裡 後腦勺 下面 對 下面 因為你把髮量拿到前面去了 後面就沒有了 對 因為後面它這樣 就會是完整的 要來一個東西 叫做 而且我有一些是 這樣整片抓的 有一些我是這樣抓的 這樣子抓的 會比較散一點點 這樣子抓的它會是 比較整片的 一片 側面沒有那麼厚到 對 為什麼 因為這裡 我們把它這裡弄平了 但是我們把它這裡變厚 變多了 對 我們讓它這裡不要就是 因為它這裡如果越膨 這裡會越厚 對 然後它的頭型 本來是感覺這邊很寬 可是我們現在這裡平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這裡的線條 大家要切記 不要 OK 是往下 往後 平行 往後的 你看我這裡是平的 不是往上的 對 是平的 往後的 老師的方法既簡單又快速 不但潮味十足 連原本的厚道都消失了 變成可愛的鵝蛋臉 超級適合凱蒂了呢 2019 女人我最大賞 美妝界的奧斯卡盛世 美妝界的奧斯卡盛世 引領美妝潮流新品 集結美妝界近50位評審 2019 女人我最大賞 完美蛻變 超過1000件產品參賽 2019 女人我最大賞